如果你能够站在天王星上 那你可就是一秒暴富了 因为根据科学家推测 天王星会下钻石雨 甚至还有一片巨大的钻石海洋 海上还漂浮着钻石的冰山 怎么样 这场景是不是亮瞎眼了 但就是这么一个富有的星球 却被人们称为最无聊的行星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天王星是太阳系的第七颗行星 1781年3月13日 天文学家威廉·赫歇尔 在自家院子里面 用望远镜观察到一个拉长的圆面 看上去并不像是恒星 因为恒星在望远镜中都是点状 不会呈现出一个圆面 后来经过确认 这是一颗比土星离太阳更远的行星 赫歇尔也因为这个发现 就成为了皇家天文学家 天王星距离太阳有28.8亿公里 感受到的阳光强度 只有地球的四百分之一 天王星围绕太阳公转 一周需要经历84年 也就是说天王星的一个季节交替 要等待20年之久 虽然它比海王星离地球更近 但是天王星的温度 却是八大行星中最低的 大气层的温度 低达零下224摄氏度 也正因如此 天王星与木星土星 这类气态巨星不同 天王星是一颗冰巨星 大气的主要成分是氢、氦、氦、 内核由冰和岩石组成 天王星遥不可及 只有旅行者2号曾经靠近过它 并给天王星拍摄过一张珍贵的写真照 天王星呈现出优雅静谧的湖蓝色 外围还有13个非常微弱的光环笼罩者 至于它名字的寓意 天空之神 遥相呼应 天王星体积巨大 但是密度却极低 一个天王星的体积 可以装下65颗地球 而密度却仅高于土星 在太阳系中排名倒数第二 众所周知 太阳系的行星 都是站着围绕着太阳跑的 而天王星的自转轴 和公转轨道的夹角 约为97度 接近于垂直了 所以说它几乎是 躺在公转轨道平面上 绕着太阳转的 它也因此被称为最懒的行星了 至于天王星为什么这么懒 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研究发现 但是据科学家猜测 天王星可能遭受过 体积巨大的星体的撞击 这个星体甚至比天王星 还要大好几倍 俗话说 从哪跌倒 就得从哪站起来 而天王星这一跤摔下去 就彻底开始了躺平的人生 没办法 谁让人家坐拥钻石雨呢